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没有翘脚的习惯呢? 如果有翘脚就由这一刻开始快点割掉它 一察觉到翘脚就提醒自己打开对脚 不要翘在一起 或者翘了左脚三分钟 就要翘回右脚三分钟平衡 一阵时膝头疼痛的问题 是因为盘骨的左右歪一边 加深膝头疼的压力令它痛 舒缓膝头疼我还有一个建议 就是用天然药草 例如烧崖草、鼠尾草或者秘老性木 去烟熏痛的地方 这个做法可以静化包围住身体的能量磁场 磁场干净了 就有空间给我们的身体细胞去自我疗愈 而这个方法可能要持续做多几个星期 而今天这个舒缓膝头疼痛的练习 就是靠冥想再加一些手势 如果你试过很多治疗都不行 不妨又试一下这个方法 我们会用一个传统印度瑜伽的方法 叫做Vayu Mudra Vayu是解风或者空气 Mudra的意思就是手势 原理就是 当我们身体其中一个元素的风太多失了平衡 就会令到膝头的关节不舒服 所以我们要去平衡身体的风这个元素 我会建议你每天坐定定二三十分钟 慢慢呼吸冥想 一边做一个指定的手势 你去除身体多余的风 这个练习除了可以帮膝头疼之外 对手脚其他关节都有效 不妨给耐性每天持续去练习 Vayu Mudra是怎么做的呢 请你看看画面 做法制将食指指尖 触摸着手指宫底部 然后将手指宫轻轻按住食指 其余的手指放松但要伸直 起初做这个动作可能会有点不关 但练得多就会轻松很多 可以维持久一点的了 你可以盘室坐或者坐椅 坐直整条脊椎 但也要放松整个人 然后左右手轻轻放在大腿上 做Vayu Mudra的手势 慢慢深呼吸 途中如果有习练飞过 不需要紧张 有得它飘过之后 就集中精神在呼吸 一下一下 记住整个过程要放松 让身体慢慢去适应 如果任何一个部位 还是紧张慢着的话 就会阻止到能量流动的了 每日迟之以恒 可能头的几次 你未必可以持续到那么久 五分钟 十分钟 逐步地加长的时间 过了一段日子 如果觉得帮到手有效 关节或者膝蓋不通了 就可以停止练习 因为Vayu Mudra的目的 就是去除身体多余的风 但其实风也是身体 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 是需要某程度的风去支撑 太多不行 太少也不好 所以当不再痛了 就可以停止这一天连习 好了 明白了 准备好 接着的时间 就慢慢做了 背景的纵缝音乐 会持续多25分钟 结束的时候 会有钟声提示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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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